中东护西综合症又在韩国夺走了人命 死者是一名72岁的老妇 总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1人 不过新增的确诊病例明显下滑到了4起 被隔离的人数有3680人 比原来的减少了百多个 但是疫情已经严重打击了商场餐饮店和戏院的生意 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 韩国不少公司在入口处设立体温检测器以防万一 这名公司职员表示 虽然病毒还没有在社区传播开来 但是他仍然非常担心 而这些措施有助于防范病毒的传播 每天需要接触大量顾客的当地银行 也效仿类似措施 银行的公关经理表示 提供手用消毒液和设立体温检测器 不但让职员安心 也能够让顾客放心 另外韩国当局继续在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工作 以防止病毒传播 目前有两家医院 因为有大批患者受感染而暂时关闭 同时也有近2800间学校关闭 但有一部分学校计划在下个星期恢复上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